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讲到了如何创建简单的数据表 也给大家留了两个作业 让大家创建一下我们的分类表以及新闻表 好,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先把一个简单的小作业一起来写一下 那首先呢先创建一个新闻分类表 CreateTable if not exists 加上一个表名 CMS的Kit 可以在这来指定一下存储引擎名称 写上一个满ISAM 也可以写上ChartSiteUTF8 接着写上编号 我们可以用ID 选用一个合适的数据类型 那我们新闻分类的可能没有那么多 我们选用TinyT 再往下再来一个分类名称 写上一个Kit name 接着再来一个分类名称 可以用VX50可就够了 接着再往下分类描述 写上一个Kit的DNC VX200 那当这样一个表 我们就创建完了一个新闻的分类表 沾进来 成功 成功之后 你指定了存储引擎是买ISAM的 那接着你先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表中 在我们的这个存储数据的文件中 会多这样几个文件 和InnoDB存储引擎不同 你看到当你建了一个CMSKit的时候 选用的存储引擎是买ISAM 我们的表结构存储在.fm文件中 我们的表数据存储在.myd的文件中 我们的索引存储在.myi的文件中 那他们的文件名字和表名是相同的 这也是不同存储引擎 在存储数据时不同的一个形式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再往下 再来创建一个 新闻表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加上一个CMS的news 不指定的话 默认使用的是innoDB 编号ID 那新闻呢可能有成千上一条 那写成一个int 新闻标题写成一个title vx 50 新闻内容呢我们可以选用 content 可以选用text 这也是我们的大文本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选用text 接着再往下 新闻的发布时间 pop time 发布时间 记住和日期时间有关的 除了保存单独的年份以外 我们都可以用整形来保存我们的时间戳 再有点击量 click number 那点击量呢肯定是数字的 可能有成千上万人点击 我们也可以选用int 是否置顶呢我们可以写成一个top is top 那是或者不是 那是我们的布尔类型 可以选用tinynt 1 可以写成一个注释 0代表不置顶 1代表置顶 再往下 新闻所属分类 那接着呢你发布一条新闻 像国内新闻呀 还是国际新闻呀 对吧 那肯定是所属于我们分类以下的 那在这呢我就可以写成一个 cid 对应着我们分类表中的id 这样的形式 那在这呢就可以写 tinynt 再往下 新闻的发布人 那这条新闻呢可能是某个管理员发布的 这时候呢我就可以写成管理员对应的 编号 可以写成一个aid 那虽说呢我们还没有 或者说你就先写成一个名称 或者这你也写成一个名称 也可以 或者这两项我们先都可以不要 等以后涉及到多表的时候 我们再来说 好这样一个表也创建成功了 展过来 那现在表创建成功了 查看当前服务器下已有的数据库 show tables 有四个表了 那我想看一下表的表结构 接着往下来 就可以通过查看指定表的表结构 通过三种形式都可以 第一种可以通过dse加上表明 第二种可以通过describe加上你的表明 第三种呢 第三种呢通过show columns from 第三种呢通过show columns from加上表明 三种形式都可以 我们简单的来实验一下 查看表的表结构 通过通过 通过查看 通过查看 cms news 成功 或者是show columns from加上我们的cms的news 你看到三种形式都可以查看到我的表结构 那第一列是我们的字段列 那么哪些字段呢 你看到你键表的时候 在这来看 键表的时候写过id title content pop time click number it's top 按照你书写的字段顺序来显示 第二个type 字段类型 anti vx text anti anti tiny t 那接着你也发现 我们这个当键表的时候 选用整形的时候 你之前来按t 它后面有一个括号 这是干嘛的呢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接着再往下还有 non 是否为空 key 是否是主键 唯一 等等 default 默认值 extra 额外的一些信息 那这些呢 都属于我们完整性的约束条件 那接下来呢 我就带着大家 简单的 来介绍一下 我们每种的数据类型 可以保存的数值 以及会用到的 完整性约束条件 用到什么呢 给大家介绍一点 好 那接着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之前 mysoco中的这些数据类型 那首先呢 我们先来拿数值型为例 那整形中 像tinymt 最小的整形 smallmt medium 还有int bigmt 那这些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创建一个表 来测试一下我们的整形 创建数据表 或者写上一个测试整形 create table test 1 来上几个字段 假如来上一个 number1 tinymt 最小的整形 最小的整形 再来number2 small nt number3 madum nt number4 nt number5 big nt 那这样一个表就有了 好 成功 再来查看一下 它的表结构 最简单的 dsc 接着你发现 后面都有一个括号4 这个括号4是干嘛的呢 其实是它的显示长度 但是这个显示长度 除非配合上我们的 零填充才有意义 否则呢 一点意义也没有 那为了测试我们这个数据类型呢 先教给大家一个内容 插入数据 像 表中插入记录 通过insert关键字 表明 表明 黑包 name 可以指定字段名称 如果不指定的话 每一个字段都要给值 values 或者是values 加上一个值 这样的形式 我们先来用一下 之后呢 也会讲到 对数据的一个增删感 还会再收到这个insert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那也会用到一个查询语句 简单的查询 表中所有记录 通过select 关键字 新号 from 加上我们的表明 这两个语句呢 我们先来用一下 那接着我向这个表中 就可以插入一条记录 insert test1 你看到 你只指定了tinynt 但是呢 你没有规定是否为 可以为负数 那现在呢 我们tinynt 就默认的是可以为负的 因为你没有 五符号的一个约数 那最小值呢 是不是就是负的多少呀 还记得我们写的是 负的128到127 接着在这来写上一个值 负的128 第一个 第二个 smallnt 同样的 你也可以指定 它的最小值 负的32768 负的32768 第三个 number3 如果你记不住的时候呢 你可以问号 madernt 你看到 负的8388608 负的8388608 接着再往下 mnt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拿过来 问号 mnt 负的214748 3648 负的214748 3648 最后 bagnt就很大了 问号 bagnt 把它复制过来 好 插入这样一条记录 你来看一下 是否可以 成功之后再来查询一下表中的记录 select 新号 from test1 查询 你看到 查询结果 每一个数字都显示出来了 那记得我稍微再改一下 让你看一个不成功的 当你超过了我的存储范围 你先写着一个负的 129 拿一个为例就可以 这是一个错误的 你看是否能成功 接着你发现 爆错误了 out of range value for column number 1 at rule 1 因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值 已经超过了我们这个 整形的 最小整形的存储范围 所以说这条记录 是没有成功的 不信的话 我们再来查询一下 你看到 还是这样一条记录 这样的形式 那一个值测试出来了 其他的几个是 一样的效果 那记得再往下 再你来测试第二类 测试一下什么呢 测试一下 无符号 什么叫无符号呢 我们再来创建 无符号 就是没有符号 从0开始 通过谁来标志呢 unselect 代表无符号的 那这个完整性约束条件呢 都是修饰你这个字段的 可以叫做字段属性 也可以 那接着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create table test2 来两个字段就可以 写成一个 number1 tinynt unselect 无符号的 number2 还是tinynt 第二个呢 你是没有指定 是否有符号 那现在默认的 就是可以有符号的 当你规定了无符号的时候 它的值就从0开始 存储范围呢 扩大了一倍 0到25之间 那接着你把这个表 创建成功之后 你来看一下 查看一下它的表结构 test2 你看到 当你指定了unselect unselect 接着呢 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类型后面 会多这样一个unselect 代表的是无符号的 那接着你再插入一下值 insert 表明test2 values 第一个值是 无符号的 你写成一个从0开始 第二个值呢 你随便写 写成一个-12 这是正确的 好 你再查询一下 select 信号 from test2 那我们再来一个错误的 我们稍微改一下 你写成一个-10 你看到 out of range value for column number 1 这就是一个错误的了 那接着你发现 有符号和无符号的一个区别 就已经体现出来了 那再往下 再来给你测试一下 什么叫做那个显示长度呢 必须配合上0填充 0填充 也就是我们用 zero fill 代表0填充 当你看到表结构这 有这个括号3 代表它的显示长度 当你插入的值 达不到我显示长度的时候 会在这个值前 以0填充 但是呢 你必须要配合上 这个zero fill 才会有这样的效果 什么意思呢 稍微改一下 你再来看 test3 当你给某个字段 加上了zero fill的时候 它自动的就无符号了 也就是只能从0开始 那现在你这样写完之后 你可以写上括号 写上一个3 那同样的 第二个你没有指定 即使你写上了一个3 它也没有效果 你来试验一下 或者我们把这个 这个拿过来 拿它为例 看得更明显 test3 都加上一个 ansend zero fill 接着呢 你再来看一下 我们没有指定 它的显示长度 默认的 都是它的显示的最大值 查看一下 test3 你看到 当你通过 zero fill修饰之后 它自动的 给你加上了一个 ansend 代表的是 无符号的 那接着我向这个表中 插入一条记录 你来看一下 insert test3 values 我都写1 一共5个值 那现在每一个 都达不到我的显示长度 那接着你会发现 在查询的时候 它会在前面来补0 那第一个会补几个0 显示长度三位 那你只给了一位 应该补两个0 不信的话你来看 两个0 四个0 因为第二个显示长度是5 接着依此类推 这是它的最大值 这zero fill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当你要给我的值 假如说你要再插入一个值 达到了我的显示长度呢 123 它就会按照你的 给的值来显示 就不会补0了 这样的形式 或者说如果你的显示长度 规定是两位 但是我插入123 只要不超过它的存储范围 同样的这个值 也是可以成功的 所以说这个zero fill呢 除了这个显示美观 长度一致以外 没有其他的作用 但是这个un sent很有用 un sent代表的是 无符号的 无符号的 就像我们这个编号 假如说我们的学员 编号不可能出现复数 你就可以通过un sent来修饰 那接着再往下 整形我们测试完了 再来测试一下浮点类型 那浮点类型中 像我们的单精度浮点float 双精度浮点double 以及我们的定点decimal 那这三种呢 我们简单的来测试一下就可以 测试 浮点类型 create table test4 来一个number1 float 写成一个6 斗号2 再来number2 double 也是6斗号2 再来一个number3 写成一个decimal 定点数 6斗号2 接着你把它创建成功 好 自断名称要求V1 number3 查看一下表结构 test4 接着你发现 我们的三种都有了 那接着你插了一个值的时候 你就能看出区别了 你就能看出区别了 insert test4 values 你写成一个 3344.567 再来一个 或者你写上一个1234.568 或者25234 或者25234 239 都可以 接着再来一个 或者你就都来一个吧 3.1415 3.1415 3.1415 你看到精度是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接着你插入了这么多位的小数点的时候 你看一下是否有什么区别 首先插入成功了 产生了一条警告 那查看上一部产生的警告呢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 show warnings date turnkid for column number3 但成功了吗 我们查询一下就知道 这个数字是否有test4 首先你看到 都成功了 那接着你看 你保留的小数点后两位 那在这呢 你插入的3.15 那都会进行四手五入 当我们的定点数的时候呢 定点数的时候 你看到 它也是对这个数字进行了四手五入 但是呢 产生了一个警告 那是四手五入 还是截断了呢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把它稍微改一下 写上一个9 接着你再查入一条 稍微改一下 写上一个2 好 那再来查询 你看到 都是3.25 是不是证明 进行的是四手五入 那接着再往下 浮点数 不管是单精度浮点 还是双精度浮点 它是有一个精度问题 而且呢 根据平台的不同 它的精度也不同 所以说 不要比较两个浮点数 包括也不要查询浮点数 但定点数就不一样了 定点数 内部是以字符串形式来存储的 那接着你看一下 我想查询一下 简单的写个查询语据 你看一下 你看到 number1中是不是有值等于3.14的 select信号 from我们的test次 条件是where number1等于3.14 你看到 查询出来了 包括我们查询一下 number2等于3.14 是不是也查询出来了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查询一下 test4 没问题 number3 也是 你看到 查询出我们的 记录了 这样的一个形式 但是呢 在这我们再来做一个测试 写上一个 create table test5 我们再来查询一下 这时候 你看到 当我们写上一个number1 把它放到字符串中的时候 你看 没有查询出来 记得你稍微换一下 你写上一个number3 此时呢 得到的 因为它真正的 就是以字符串形式来保存 这条记录 是已经查到的 那当你说 你写上一个3.14的时候 放到字符串里 真正的 它在转换成 我们的浮点数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那可能转换的是 3.13 99999 一堆的9 所以说 这一点需要注意 但当你真正的 写一个数值的时候 是可以的 所以说 定点数 它的精度比较高 因为内部呢 是以字符串形式来存储 不涉及到我们的四捨五入 而前两种呢 都涉及到四捨五入 而且还和平台有关 所以说 对精度要求比较高的 像我们的银行呀 货币呀 我们都选用 定点数就可以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这节课呢 主要是讲到了 我们这个数据类型中的 前两种类型 整数类型和浮点类型 也新交给大家一个 完整性约束条件中的 按Send 这里边还没有写 一个是无符号的 还有一个林田充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练习一下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